迄今为止,乌克兰只是从北约获得了苏联时代的战斗机零件 不过现在,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已经表示 美国就供应F-16战机仪式正与乌克兰持续讨论 美方的立场会因应形势而调整 大家好,欢迎收看思路话语,我是吕宁斯 上星期三,美国和德国同时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之后 除了对基辅等城市发动新一轮导弹袭击外 俄罗斯并没有做出重大的反制举措 与德国表示鲍二坦克要在4月初发能运抵乌克兰不同 波兰总理就立即宣布 在一周内运送经过现代改装的60辆PT-91主战坦克 加上早前宣布的14辆鲍二 波兰一共向乌克兰提供70多辆主战坦克 几天之内 多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的重型坦克 已经超过了330辆 这些都是在对线不久前 在德国拉姆斯泰因举行的 乌克兰防卫联络组会议上做出的承诺 不过主战坦克援助计划 未必能够马上显著地改变战场局势 据悉,西方阵营已经开始对提供战机的问题进行讨论 虽然开战至今 乌克兰曾经多次要求西方供应战机 都没有得到首肯 但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欧洲版 引述西方官员的报道说 他们现在已就向乌克兰提供战机 真正的展开了讨论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表示 在德国美国宣布提供主战坦克的同一天 他就已经与波兰的外交部长拉乌通了电话 希望对方提供包括战机在内的进一步军援 乌克兰国防部长顾问萨克 接受路透社电话访问的时候表示 下一个巨大障碍将是战斗机 如果乌军获得了西方战机 在战场上会有巨大的优势 他还强调说 不只是F-16 乌克兰想要任何第四代战机 萨克称 西方本来不想提供乌克兰重型火炮 海马斯火箭炮系统 主战坦克 但现在通通都供应了 他还说 除了核武器 没有什么是我们得不到的 迄今为止 乌克兰只是从北约 获得了苏联时代的战斗机零件 此前美国一直拒绝乌克兰 要求提供F-16等现代战机 因为担心乌方用来攻击俄罗斯本土 令战事升级 不过现在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 已经表示 美国就供应F-16战机仪式 正与乌克兰持续讨论 美方的立场会因应形势而调整 而德国总理舒尔茨 周三公布供应乌克兰坦克的时候 就强调不会提供战机 我们看到 随着战事发展 西方在机缘上不断打破禁忌 荷兰政府最近表示 会考虑与盟友协调之后 从现有的50架战机中抽掉部分供应乌克兰 荷兰外相胡克斯特拉上周就说 将对任何供应F-16战机的要求持开放态度 他强调在军援仪式上 没有禁忌 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卡切尔上个月也表示说 准备好以旧型苏制米格29战机 供应乌克兰 Politico引述超过六名西方军事外交官的话说 向乌克兰提供战机的讨论已经在内部进行 欧洲国家虽然仍然忧虑乌克兰战事会升级 但是认为给乌克兰战机已经不是完全不可考虑的 一名北欧国家外交官向Politico表示 美国虽然向基辅明言目前不是批准供应战机的时候 但是他相信这条红线也会像此前其他军援种类一样推移 Politico引述部分官员称 以美国为首的超过50个国家组成的防卫乌克兰联络组 下个月在德国再举行防长会议的时候 相信就会商讨制定对乌克兰提供战机的应急方案 报道指出 目前的构想是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应该循序渐进 每一步都要审视俄罗斯的反应 由此看来 正如一名欧洲国家高级外交官所预计的 向乌克兰提供战机只是时间问题了 好 这次就聊到这 谢谢你的关注